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如果看另外一份美丽宝电子报的民调 就比较有差距在 排名第一是赖萧配35.1%的支持度 第二名的话是侯康配32.5% 而第三是柯颖配支持度17% 是出现了一定落差 那今天我们刚看完了赖金德 国民党的侯友宜 今天她是发表了证件记者会 她说要加强国家幼苗的照顾 要推0到6岁的公托幼儿园全免费 6到12岁的儿童客后也免费照顾 不光这样子 其实昨天她还有一场 画面上您看到的国防证件发表会 昨天她是端出了牛肉 说要帮国军加薪 还批评民进党现有的国防政策 只是现在引发了争议 因为这个简报 也就是您看到的这张照片 它是用了之前跟 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印太计划主任葛莱怡的合照 现在被葛莱怡发文控诉了 说请不要使用我的照片 表示说这样可能代表 我暗示挺侯市长 他强调他没有 那对此侯伴的发言人也表示 他们会紧急撤换照片 也对这件事感到很抱歉 前一天侯友宜端出外交证件牛肉 打出三大证件 降到慕林政策印太先行证件时 还搭配PPT 上面放了和华府智库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印太计划主任葛莱怡的握手照 相见现两人友好关系 没想到葛莱怡在社群网路上发文 还特地标注国民党案侯友宜的账号 说请别使用我的照片 或是我的陈述 来暗示我支持侯市长 强调他没有 侯友宜想跟葛莱怡道歉 毕竟选情紧绷 却出了这项差错 而且为了这场记者会 侯友宜还和与会学者密集开会 缺席十一号中选会抽号次 但民调却稍来好消息 根据美丽岛电子报的最新民调显示 赖销配支持度有三十五点一趴 后康配紧追在后只差二点六个百分点 来到三十二点五趴 柯营配则明显落后只有十七趴 而另一份民调则显示赖销配支持度有三十六点七趴 后康配二十六点四趴 柯营配二十五点二趴 民调数字 侯友宜不以为意 不甩外交政策风波 再推客后辅导政策 侯友宜再推新政要拉拢家长选票 就看能不能盖过都还没上任 却惹出来的外交风波 华安新闻林佳颖方博风新北报道 哈喽我是林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